假期到来不少人选择出门踏青 全国各地景点迎来旅游高峰 游客分之踏来 2号晚上在新疆铁路乌鲁木齐站 游客乘坐游971次旅游专列前往伊犁 开启了为期四天的春季杏花踏青游 这也是今年新疆铁路部门开行的首趟旅游专列 伊犁这个土耳根的杏花很有名的 我们没有看过正好这次有这个机会 已经是假期 再有这个专列 坐火车肯定是舒适要好一些 伴随着三星堆遗址 重大考古新发现的揭晓 人们对三星堆的关注度空前高涨 假期首日 三星堆博物馆游客中心及展馆前 早早就排起了长龙 看完央视的节目之后 就对三星堆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清明小长假 三星堆博物馆所有展馆 都向公众开放 新建的文物修复馆也有望在五月与公众见面 这个假期 九寨沟景区迎来大批游客 经过灾后重建 目前景区85%的游览面积 重新对游客开放 成为许多人此次清明假期出行的目的地 小长假第一天 安徽九华山景区烟雨萌萌 大批游客前来登山祈福踏青 今年九华山针对老年人等群体 专门设置了无健康码人员登记处 同时还推出 孝道感恩之旅 赏花踏青祈福之旅等线路 深受自驾游客欢迎 目前景区各大宾馆酒店的客房入住率 达到70%左右 民宿预定率更是火爆 我们民宿目前清明小长假的预定量 还是蛮好的 三号四号已经满房了 五号目前的预定量已经达到了70% 清明假期在浙江建德梅城镇古城墙上 一场风筝表演秀正在进行 今年正好是梅城古城建成1800年 一个由龙凤组成的1800米长的大型风筝 在古城墙放飞 本来没看到过 还是蛮好看的